她的山药弯弯曲曲 口感却特别好 为什么我们这里的山药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 它是种在这样的粘性土壤里边 她的山药母产三千五百斤 秘密是一种特别的山药豆 非常非常苦 有一点刺 她直播带货卖山药 一年吸引八十多万粉丝 反而这种场景它会比较吸引人 她给山药穿上新包装 价格是同行们的三四倍 这样它的包装袋增加了一块钱的成本 还是值得的 看河南温县的贺冠权 和贵州安顺的何天赋 如何种出好山药 卖出好价钱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共富金 到了秋季 各地的山药就开始陆陆续续上市了 在河南省的温县 那里的铁棍山药 样子虽然说没那么好看 但是口感那真是太好了 而在贵州省的安顺 当地出产的一种山药 个头大 而且产量高 很受消费者的喜欢 不过呢 这个好山药 也得有好的销售办法 咱们今天呢 两位主人公 贺冠权和何天赋 他们卖山药的手段 就很巧妙 把山药卖到了全国各地 而且还带动了很多人们都赚到了钱 接下来咱们就去看看 他们卖山药到底有啥高招 摔泥巴 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 不过 贺冠权摔泥巴 可不是在寻找童年乐趣 而是在向记者展示他一年卖出 3000万元铁棍山药的财富密码 贺冠权手里拿的这些泥巴 可不是普通的泥巴 它们韧性大 硬度高 在当地 铁棍山药种在这种特殊的泥土里 价格就能达到美金12元 贺冠权一共有2000亩的铁棍山药 全都种在这种特殊的泥土里 一年就能卖出3000万元 这种土的你看它特别黏 有没有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胶泥一样的 咱们这种当地的土壤 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 即便是冬天它上冬 地面上只有10公分是硬的 下面一直都是这种土 都是特别黏特别硬的 为什么我们这里的山药 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 就跟我们的土壤有关系 它是种在这样的粘性土壤里面 铁棍山药种在这种特殊的粘性土壤里面 给采蛙带来了巨大困难 在当地 挖掘机司机在普通的沙土里 采蛙山药 每人每天只要1000元 但是在这种特殊泥土里采蛙山药 因为难度大 技术要求高 每个司机每天要3000元 它对这个挖掘机的技术要求比较高 往下插得比较深了 这个山会跟着直接倒下来 如果说它挖得插得比较浅的话 这个山药它又露不出来 所以说就是咱们整个的现场 挖掘机师傅的收入是最高的 挖掘机挖山药的沟深度超一米 但即使这样 长在这种特殊的泥土里的铁棍山药 也不能被轻松地拔出来 还需要用到一个特质的铁锹 我们平常在外面建造的铁锹都是特别宽 你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铁锹特别窄 而且特别锋利 因为宽的铁锹它就是产生中泥巴的时候 瘦组面积特别的大 挖起来特别的吃力 必须要用这种铁锹 挖的时候需要把这个找到山药的 它生长的这个部分 把两边的土给它踢出来 给它挖到差不多根部露出来 然后我们慢慢地给它拔出来 这就是完整的了 这就不会断了 它这不是还带着这么多的泥呢 这个泥土它因为比较黏 这个山药上面有它的毛须 它毛须会带着很多的这种土 这个就需要我们下一步我们的工人了 然后咱们的阿姨们会挖过去之后 他们会负责人工把这个泥土 一点一点给它扣掉 你还可以看一下这种泥 在扣的过程中也是比较麻烦的 它是牢牢地粘在上面的 其实扣的话也不能 特别干净地把它扣下来 对对对 这块基地里干活的工人 共有51人 光是手工抠泥的就有30人 虽然费事费力又费钱 但是贺冠权却仍然这么干 从2018年开始创业 它的种植基地现在达到了2000亩 更让人佩服的是 贺冠权卖山药 是用当下流行的直播带货方式 仅凭一个直播账号 仅用一年就吸引了80万粉丝 卖出的铁棍山药价值3000万元 在我们温县当地呢 然后做这个直播带货的 卖铁棍山药的确实很多 像我们很多同行呢 有的就是卖了十天八天的量 还不如他卖一天的量 那么贺冠权是怎么通过直播带货 卖山药的 他又是怎么在一年时间里 就吸引了80万粉丝的呢 这个必须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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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面干甜 嗯 冰险它呢 不用去皮吃 它这个吃了皮 然后不上火 凡是吃这个山药削皮的 都不懂我们这个山药 因为我们这个山药 是带着皮影响更高 那个一削皮 把这个影响都削掉了 铁棍山药很常见 全国很多地方都能种植 但是在河南省交作市温县 有一种铁棍山药却与众不同 它们必须种在一种质地硬 韧性强的特殊土壤里 这种土壤就是炉土 我手里拿的这块土 就是这个炉土 实际上在就是分粒上 属于中壤土 这个土啊 你颗粒状是很明显的 非常的坚硬啊 老百姓的一个通俗的说法 就是湿了是泥袋 干了呢 它就是铁袋 不湿不干呢 是肉袋 所以说它这个土呢 耕作起来呢 比较那个费功夫 虽然炉土耕种很费劲 但是矿物质很丰富 种出来的铁棍山药 口感粉糯香甜 是温县最有名的特色农产品之一 那么跟市面上常见的山药比起来 铁土铁棍山药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摆在我面前的这两款山药呢 这种山药呢 是沙土地里面长出来山药 这种山药呢 也是我们在市面上见到的 特别多的一款山药 它这个沙土地呢 普遍来说 它那个土地都比较松散 所以这种山药在长的时候 它会长得会特别的直 没有一点弯曲的地方 然后它的表皮是很光滑的 然后我们右手边这款山药呢 就不一样了 这个山药是咱们河南温县的 鲁土山药 鲁土山药 大家可以看看它 它的一个整体外观 它没有一根是直的 都这种长得弯弯曲曲的 有的时候是长得扁平的一种状态 咱们这个土壤是比较坚硬 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呢 这个山药遇到的阻力特别的大 所以它造就的这个外观 跟咱们平常建造的这种沙土 一来比的话 它的外观长得其实特别的难看 特别的丑 除了外观不好看 鲁土铁棍山药跟沙土铁棍山药 在口感上又有什么差别呢 记者在现场做了对比 特别特别的粉 而且粉中有一点甜的那个感觉 对 它是粉糯 而且带一点略微的甘甜的味道 这个其实是刚刚从地里挖出来的 刚挖出来的 这个是最新鲜的 我再尝尝这个沙土地的 它也粉 对 也粉 但是它那个粉的程度首先是不如这个 对 它这种山药吃起来 甘甜味道会差一些 就感觉里边那个颗粒比较大 对 颗粒感比较大 2018年 在郑州做金融工作的贺冠权 看到直播带货刚刚兴起 他也想转行做直播带货 经过考察 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引起了贺冠权的注意 他找到温县一家铁棍山药 种植合作社 签订了供货合同 为了尽快把山药卖出去 贺冠权想到了一个 快速吸引粉丝的好办法 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 现在是我们的早上六点半 大家现在看到的 就是咱们河南温县的 采挖的一个现场 采挖工人刚一干活 贺冠权的直播也准时开始了 跟大部分直播带货主播 不一样的是 贺冠权的直播 不仅开始的特别早 而且场景就设在 采挖山药的田间地头 贺冠权告诉记者 要想让大家 接受卢土铁棍山药 样子不好看 那就必须得从室内 走向户外 我们在屋里边 做室内直播的时候 说一百遍 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好 不如在外边 大家看到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对着挖掘机 对着我们的工人 让大家知道 这种山药的生长的土壤 是什么样子的 反而这种场景 它会比较吸引人 除了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 贺冠权还延长了 每天直播的时长 在山药的采挖季节 只要工人下地干活 他的直播就不停 贺冠权的基地 距离县城三十多公里 为了节约时间 贺冠权甚至住在了地里 你看看这被子 我们这被子买的就是夹厚的 这个被鞋是保暖的 夹容的 保暖被鞋 穿着保暖裤 就穿着这衣服睡觉 对 穿着衣服睡 我们每天早上 如果说在县城里边住的话 来回的路程呢 一个多小时 这一个多小时 时间还不如放在地里边 我们下完播之后 还能看看 后台的数据 今天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把这个时间节约出来 风雨无阻的室外直播方式 让粉丝对卤土铁棍山药 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同时 为了让消费者放心 贺冠权紧接着又用了第二招 对山药的重量 长短 粗细等 都做了详细的分类 我们在发货之前呢 尽量把这个山药的粗细啊 长度啊和它的大小 尽量给它相对统一 最终的目的就是 让大家对外观要求 比较严格的一些人 让他们更加满意 通过这两招 贺冠权直播带货 很快就有了起色 很多粉丝即使不买山药 也喜欢观看 一年时间就卸了八十万粉丝 除此之外 贺冠权还用了一个办法 让他在卖山药之外 每年多卖五百万元 您能看出这是什么吗 没错 这是一条制作麻花的全自动生产线 在全国很多地方 麻花绝大部分都是用面粉做成的 但是贺冠权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 使用铁棍山药粉做成了麻花 咱们这个小麻花呢 它是采用的是 35%的山药粉的一个含量 和65%的面粉的一个含量的比例 来加工人员的 为什么它是35%的山药粉呢 因为我们经过实验 它如果说山药粉过多的话 这个小麻花它是不成型的 不成型 如果它太少的话 也会影响这个麻花的山药粉的一个营养价值 山药麻花酥脆的口感 很受顾客的欢迎 但其实制作麻花的铁棍山药粉 都是用挖山药石的破损山药 和畸形山药做成的 不仅减少了浪费 还让利润提高了不少 自媒体的时代已经来了 我觉得这个自媒体的直播带货 未来前途一定是很大的 通过直播带货 贺冠权把铁棍山药卖到了全国各地 而在贵州省的安顺市 也有一位种山药的人 把当地一种又甜又糯的大个山药 卖到了北京上海等市场 价格更是高出普通山药三四倍 它叫何天赋 记者采访时 何天赋要带记者上山寻找一个宝贝 这位村民先用锄头和铁锹挖了一个洞 然后用手把土一点点抠出来 三十多分钟后 一根宝贝终于被挖了出来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烤铁挖断了 如果不踩到下面还有七十公分左右 七十公分 对 那现在这个也有五十公分了 现在这个也就是七八十公分了 也就是七八十公分了 这个有多重 这个估计就是三斤一二两左右 如果不挖断那里就五几斤了 随便五斤就没问题了 像这个得长了几年了 这个已经长了大有四年了 何天赋挖出来的这根宝贝就是山药 不过这可不是市场上常见的普通山药 而是当地的一种野生山药 那么野生山药和人工种植的山药 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这个野生山药它的外皮是黑色的 这是黑色的 这个常规的山药它的外皮是几方色的 这个是第一 第二它就是个体 个体这个野生山药 它的形状是弯弯曲曲的 这个常规的山药 它个体 就长得很直 在当地这种野生山药卖价高达五十元一斤 然而何天赋告诉记者 野生山药虽然很值钱 但是它并不卖野生山药 它上山寻找野生山药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搜集野生山药藤腕上长的另外一种东西 这就是何天赋要搜集的东西 它们表皮发黑 长得并不好看 奇形怪状 大小不一 咬上一口 味道更是一言难尽 非常非常苦 有点色 对对对 而且吃了肉这个麻麻的 有点麻 有点麻嘴的 有点麻嘴的 长得不好看 吃了还麻嘴 但何天赋却告诉记者 正是有了这些黑不溜秋的怪东西 它种植的两千亩山药 才产量更高 味道更好 它的合作社种植山药两千亩 年销售额四千多万元 周边很多村镇的农户 也在它的辐射带动下 靠种山药脱贫致富 贵州省安顺市自古种植山药 当地的山药在贵州很受欢迎 但是当地山高坡斗 产量一直不高 2009年 何天赋牵头成立了一家 山药种植专业合作社 但它却对山药的产量很不满意 我在北方一带 就是河南 河北 山东一带去 考虑这个山药的生产地 就是说人家那个地质条件好 是某厂在四至五千斤 我们贵州由于是山区农业 虽然达不到人家那个某厂四至五千斤 但是我们整体住到两只三千斤还是可以的 我们假如提高到三千斤 这个经济价值就得到了提升了 那么当地的山药产量为什么上不来呢 山药的繁育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方式就是把山药豆种到地里进行繁育 另一种方式就是把收获的山药根莖切成小段 直接埋到地里进行繁育 然而这两种繁育方式却有很大不同 用山药豆来繁育山药 至少两年时间才能收获成品山药 费时费力 而直接用山药段来繁育 当年就能收获成品山药 省时省力 在过去当地老百姓为了省事 大多是用山药段来繁育 但是这个做法却存在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如果你这个段子来栽培 时间长了以后它也会退化 如果你三年以后你不换种 它四年五年六年 它一年要减大概就是几百千八斤 几年一下来以后 它就没有产量了 在了解了当地山药产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后 何天赋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 改变了当地的传统做法 大量使用山药豆来繁育山药种苗 经过不断的提纯和优化 合作社的山药产量大幅增加 然而何天赋并没有就此满足 人们发现何天赋开始变得有些神秘 一有时间就往村子周边的山里跑 回来时就带了很多鸡蛋大小黑不溜秋的怪东西 你看大的几乎有点强 更加奇怪的是 何天赋专门在一块山药地里 把这些黑不溜秋的怪东西也种了进去 并且规定没有他的同意 任何人都不能挖这里的山药 那么何天赋从山上带回来的 到底是什么怪东西呢 这叫什么 这个就是野生黑山药掉豆的 为什么这个山药豆长得这么大 因为这个是野生的 而且品种不同 这个野生的山药豆子非常过去非常大 这个就跟那个小的鸡蛋似的这么大 对对对 这个就比鸡蛋还要大了 就比鸡蛋还要大 然而就是这些既不好看 也不好吃的野生山药豆 何天赋去把它们搜集起来后 跟他的普通山药混种在一起 希望通过杂交驯化的方法 让他种植的山药产量更高 品质更好 驯化我们就拿了爆种下去 爆种下去以后到东西采收器来 采收器来我们就以本地山药 找个对比 水的构体和水的品质是这个意思 从2013年开始 何天赋的山药通过不断与野生山药杂交 平均亩产逐渐增长到了3500斤 而且山药更加软糯香甜 然而就在何天赋把山药产量提高之后 何天赋却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当时一位成都客户向他订购了50万元的山药 可是山药送到成都之后 客户就打来了投诉电话 当时就是采购方就把电话打过来了 他说你这个山药损失了百分之二三十 当时我心里是有点着急了 我正常情绪下一斤两斤我还相信 你说百分之二三十我心里是有点着急了 后来经过调查 何天赋找到了山药损失的原因 原来何天赋的山药个儿大皮薄非常酥脆 而贵州山多路斗 运输山药的货车长途奔波 很容易把山药颠成两三截 怎么才能让山药长途运输还不破损呢 在种山药之前 何天赋一直在村里做粮油加工生意 有一天在给大米做包装时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说我们给那个大米做个真空包装 例如我们包装一斤大米 它有若干个口粒 因为那个口粒还小 我们能把这个若干口粒的口粒 就能固定在一起 就是说我当时就想 山药进行了真空包装了以后 就是更固定的更好 因为它只有一颗 那个大米是无数颗 就这样何天赋购买设备 把每一根山药都打上了真空包装 那么打上真空包装的山药 防摔效果如何呢 你看 好的 这个一下就碎成了三截 对对对 这个没有打个波装的 这个已经碎成三截了 这个不仅碎成三截 而且椅头也摔爬了 这已经摔得软了里边的 对对对 流汤了 已经流水了 我们得看看这个 好的 这个你看还完好无水 完好无水 没有摔烂 任何水上都没有 完全没有这个变化 对 完全没有变化 它还55升的 至少我们这个包装袋 虽然它的一根包装袋 增加了一块钱的成本 还是值得的 经过真空包装的山药 再也没有大量破损的问题 而且保质期大大延长 能够运到全国的任何地方 进行销售 同时 和天赋的山药 凭借优良的口感和品质 摆脱了一般山药 只能通过批发市场销售的模式 通过大型商超和特产店 进行销售 价格达到美金10元到15元 在和天赋的辐射带动下 周边100多位农户 陆续加入了他的合作社 我下一步的梦想 就是把这个山药 进行一体开发 进行升加工 整体把它做得更好 贺冠权是一名90后 对直播卖山药 那真是研究出了一套 自己的办法 而和天赋呢 他是眼光独到 根据消费群体的不同 有针对性的来卖山药 做成了市场的抢手货 而我们透过他们俩的故事 也不难看出 产品好 销售手段也得好 这样才能够事半功倍 创造更好的经济效应 好的各位 今天的功夫经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好 感谢观看